大家好 我進來想重新經營我YouTube的頻道 那所以呢 我今天邀請了兩位非常著名的YouTuber 來跟他們請教 那麼怎麼樣來經營YouTube的頻道 這位叫做魚乾 這位叫做志祺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志祺 那我有很多的問題要問她 來吧 儘管問 第一個問題 你們為什麼要經營YouTube頻道 因為我們公司很在意社會回饋這件事情 想要把一些社會上面那種紛擾的資訊 社會議題傳遞出去 過去我們在Facebook上經營的時候 遇到了可能不夠快 受眾不夠年輕 然後又有無法累積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在查了很多之後發現 好像做YouTube頻道可以解決它 所以我們就毅然決然的投入了這個領域 我之前就是想說 我只是想要把自己玩遊戲的過程拍下來 大家來看到我的影片 就可以感受到我當時這個快樂 就是這是我想傳達的訊息這樣子 那總統你為什麼會想要重啟這個頻道 因為我現在發現 跟公眾的溝通 以前的那種方式 我要是人民的話 我會覺得很無聊 而且很不容易聽得懂 但是如果我們用YouTube的方式 就有更多元的管道來溝通 所以我就想說 我們應該要跟各位學習 讓我們的YouTube的頻道更有趣 那傳播的效果更好 也就是為什麼今天跟兩位要聊一聊 那我也歡迎大家趕快來加入我的YouTube頻道 你們的影片滿好看的有什麼訣竅 我覺得如果影片要好看的話 首先要讓自己的寵物入鏡 總統他在跟寵物相處 就是對話的那個感覺 大家平常是看不到的 剛看到的時候震驚了 很有母愛你知道嗎 完全是你聯想不到 這是一個跟平常電視上那個是同一個人 怎麼會這麼的充滿母愛啊 母親的感覺 然後你要吃爆就好像你兩個小孩對不對 對對對 我覺得那個互動的那個人味 是YouTube裡面很重要的一貫 然後此外我覺得 當然外貌也是有很重要 像我就為了要拍YouTube 我就減了二十幾公斤 就是很努力的減肥 不能忽胖忽瘦 然後我好像也有聽說就是 你知道就是中央很愛吃宵夜 對很多餅乾 吃一片餅乾才能睡嘛對不對 吃一塊可以睡覺睡得很好 欸現在吃泡麵 這是現在來一刻 聽說我不放油包 我記得 對對對 我的醫生要我減一公斤 到現在都還沒達成 東京 那我想知道 那我們可以常常在總統頻道看到本人嗎 應該可以吧 只要我有時間我就錄一下吧 但是我現在不一樣 因為我是總統啊 所以我的YouTube裡面呢 就要跟我的工作有關 了解 所以這一次呢 我的YouTube裡面呢 我要放很多 我這一次要去出訪的 南太平洋國家 我的海洋民族之旅 哦 這很期待耶 總統級的Vlog 對 真的是非常漂亮的地方 所以我們想帶著我們的觀眾 一起去到這幾個國家去 我覺得真的是大突破 就是前陣子總統IG還有發過 橡皮炸的東西 那時候我們大家就認識說 哇 總統級廢文 對 對 你們除了貓跟狗以外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吸引人來觀看節目呢 我們比較像一個新聞頻道 所以通常說今天發生了什麼樣的大事 或最近有什麼熱門議題大家搞不懂的時候 我們就會針對這個東西做 那當然像是很聳動的標題啊 很聳動的那種封面 像魚乾尼啊 標題上有幾個驚嘆號就放幾個驚嘆號 有什麼竟然 我的天 就是這種聳動的標題 你常常看新聞應該也很有這種感覺 看到那種標題越聳動 你會吸引你點進去 你就帶入 你如果是觀眾 你會不會看這部影片 我覺得我們等一下可以幫總統拍幾個 然後當然就後製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可以現在來就是對那個鏡頭 就做一個就是比較誇張的表情 就是嚇到的表情 我們到來合成看看 1 2 3 就對鏡頭這樣 其實做影片最重要的關鍵就在於 你做出來的影片 自己會不會回去看 關鍵關鍵 剛剛你講這個會反覆看的 我覺得就跟狗狗或貓貓有關 沒錯 像總統剛剛你有講到說 你有三隻狗兩隻貓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去看一看嗎 我們去看啊 好耶 哈囉 喂 喂 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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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哇 好耶 基本上就是剪接這件事情其實真的很煩 那你們經濟頻道遇到什麼障礙或困難過嗎 因為我們是做比較像是社會議題啊 那種知識或者是很複雜資訊的傳播 所以其實最大遇到的問題是 他在YouTube上面是比較無聊的東西 是 對的確像是狗狗啊 或者是魚乾的生活都比我們有趣多了 是 所以在這個狀態下你要真的被傳播出去 就你需要花正常的時間去累積那些觀眾群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問題 你看狗狗 其實我們的注意力啊 沒有要聽你講話 真的 這就是現實跟網路上一模一樣 就是想要把我腳開起來 最讓我覺得遇到困難就是 剪接這件事情其實真的很煩 所以當我到後期覺得不行 這樣會讓我的熱情慢慢被消滅掉 我就決定把這件事情交給要專業的去做 那這樣慢慢才會重拾我這個熱情回來 欸你太熱情了 多熱情 不過我覺得經營頻道裡面還有一個很大的障礙或是難關 其實就是你會遇到很多很多的人來給我們有些批評跟指教 有些很 有些看了你會很難過 就常常有人講說你不要在意酸民留言 然後你不要在意這些針對性情緒性的發言 可是我覺得說不難過是騙人的 對 尤其他可能批評你批評你的家人批評你的立場 對於這種事情 其實狗狗你應該遇到的比我們多更多 我們非常非常的多 那狗狗你通常面對這樣的聲音的時候 你怎麼調適或是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這個時候就要拿出科學的精神 把它當作一種科學在研究 多元的聲音還是要聽 要不然做決策的時候會有偏差 有時候你的感受是跟別人的感受不一樣的 或許是他的表達方式非常的強烈 但是你仔細的想一想 其實他切入的那個面向 確實是有時候是我們沒有去注意到的 我覺得講一講好像跟民主有點像 對對就是包容多元的感覺 突然想說就是有沒有什麼發洩的管道 突然聽一聽覺得發洩這個磁壤變得好像很膚淺 有盛光 科學 科學我們講究科學 我居然講科學 對 因為我以前做學術研究嘛 我就把它當作一個研究來看 它表的意見 表示的意見 跟我自己的思考 是不是中間有一個缺 有一個gap 那我怎麼樣去把它 資訊的落差 資訊的落差 那這些狀況下面一定還是會有一些壓力吧 那這些壓力總統通常都怎麼疏解啊 經常消解壓力啊 就是跟他玩 你看他就是這樣子啊 他會讓你很忙 你不要再抓耳朵了 我幫你抓 這隻很喜歡跟人家膩在一起 好會撒嬌哦 他好像貓咪哦 你看他 哦好舒服 你看他的腳 我覺得我解決的方法就有點虛偽 我們的初衷呢 都是帶給大家快樂 那如果你今天罵我幾句 如果你這樣子你也快樂的話 其實我也有達到我的初衷對不對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 用科學的方式 用科學的方式啊 科學好像不是最好的用語 不過科學嘛 那我們要重啟我的頻道 你們有什麼建議沒有 其實我覺得 人味其實可能是很關鍵的 或者是跟貓玩 我都還是會覺得說 總統離我們好遠 可是我覺得在YouTube上面 你要跟我們站在一起 你是我們同樣的一群人 對 所以我覺得可以透過 更多的互動 跟狗跟貓跟其他的人 然後把人味展現出來 我覺得可能就會非常非常的有趣 我覺得在YouTube上 大家傳統在電視上看到 不一樣的東西 可以去挑戰很多 現在YouTube上面當紅的主題 像是吃辣挑戰有沒有 或是總統是不是喜歡吃泡麵 來一個 我來評測一下 總統要做這種事情嗎 吃不同的泡麵 你們通常是怎麼結束一個影片的 我們通常就會先講訂閱 然後按讚 然後分享 我就會用很平常的 投語叙述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記得按個喜歡 想繼續看的話 可以按訂閱喔 就這樣子 簡單明瞭 那不然我們就一起來做一次 這個簡單明瞭的結尾看看 如果各位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到志祺的頻道 看更多的影片 也可以到魚乾的頻道 很多關於生活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個喜歡 想繼續看的話 請按訂閱喔 那我們今天也可以就到這邊 告一段落啦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要掰掰喔 掰掰 你們辛苦了 真的是太辛苦 你們辛苦了 他們還沒吃晚飯 所以 不要打架 你們還沒吃晚飯喔 乖喔 這一次誰要說 好啊我來跟你說 自己來自己來 OK 哈哈哈 好可愛 傻瓜在那裡 啊 啊 被吃 被吃 被吃啊 哎呦 哎呦 搞不好啦 哎呦 不是這些